白色轎车对准 直播主连前已乘租的仓库 直接往铁门撞去 巨大声响还疯狂按喇叭 仓库里的人员全部冲出来 要跟对方拼输赢 恶煞嚣张 驾车冲撞 警方斗场还差点控制不住场面 直到最后对空鸣枪 这才逮捕议员连日寻仇斗殴案 恐怕都有关联 两天前糟杂的宠物店 没多久又遭人连哄五枪 不光店门口两片玻璃碎裂 门外一辆汽车板金也遭射传 连续三天高雄治安陷入黑暗期 17号凌晨连前已的直播场被砸 距离直播场300公尺处 疑似连前已粉丝不满 对方砸场报复弄砸名车 同一天晚上十名恶煞狂砸宠物店 恐怖砸电潮 还有顾客胸口遭刺 19号凌晨连前已直播仓库 遭到冲撞 事隔三个小时 宠物店又遭连哄五枪 这场连前已之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真的是因为直播主之间的纠纷吗 连前已18号深夜才在脸书上po文 说有一位大哥见面传授经验 一切圆满 似乎一指接连冲突终于告一段落 没想到确实越演越烈 道上人士透露 之前有一笔网络买卖纠纷 原本都已经协调好了 却有小弟想出头讨回来 挨骂不满 又闹更大 甚至还有人爆料 一切都是因为直播利益 是刚删的叫小弟出头 今天早上开专案会 那根据现场的状况 一定一个正常的方向 那目前又有一定的一个进度 连续高调冲突 根本无事公权力 让高雄警方颜面扫地 刑事局长特别难下作证 就是要结束这一场 连前已之乱 记者综合不倒